被人类吃到灭绝的动物 大约在一万年前就已经有动物遭殃了 比如眼前这个雕齿兽 雕齿兽堪称为哺乳动物中的铁甲武士 成年的雕齿兽身体全长约4米 背部最高可达2.5米 体重约为2吨 堪比一辆小汽车 身上的坚硬盔甲就是它们的保护伞 尾巴上还有带尖刺的大锤子 这样的身躯除了人类之外 几乎没有捕食者可以对它们构成威胁 在食物匮乏的年代 这些大型动物无疑是最好的食物 这也是雕齿兽悲惨命运的开始 很快 另一种大型动物也延续了雕齿兽的命运 它们就是地缆 这个庞然大物体长约为9米 重量可达到数吨 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即使在冰河时期那样的环境 它们也存活了下来 原本地冷安静地生活在美洲大地 但随着人类的到来 地缆也遭到无情的骨砂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也就只剩一堆化石了 虽然不能证实这些大型动物是因为人类而灭绝 但人类无疑给它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然而至今也还有许多的物种 渐渐地从我们这个星球上消失 事与罪恶的人以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 能够控制这一切 却不知道自己只是大自然的一枚棋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